這是您點的嗎 不是喔 這是五號的 送錯了怎麼辦 五號的 是在後面嗎 是這邊喔 好 謝謝 好 打擾一下 今天的三號杯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好 歡迎 再次光臨 好 點餐 送餐 看似頻繁的服務 在這裡卻多了溫度 服務員動作慢慢的 有時還會不太清楚 餐點到底送對了沒 但客人沒有責怪 臉上始終抱著微笑 因為這家咖啡廳裡 所有服務生 都是年輕型的失智症患者 慢就是這家咖啡廳最大的特色 萬一我送錯的話 我會告訴客人說 這杯我招待 這幾年 失智症已經有年輕化趨勢 咖啡廳裡的服務生 全都是65歲以下 他們都還有體力工作 只是需要一點時間 我們上了二桌 二桌 二桌 你好 二桌 要給我們 這是你們的 這是你們的 謝謝你們 你要給他 謝謝 慢慢用 謝謝 阿絲海默症 他告訴自己說 你得這個病是這樣子 可是你還是要活下去 要不然 你要躺在那邊死嗎 每個努力工作的背影 都藏著每個家庭最心碎的故事 像是這位善人哥 今年才58歲 他原本是一位半導體工程師 工作能力強又聰明 結果50多歲 就慢慢出現失智的症狀 整個人180度大轉變 那時候 誰生活的 因為 以前我是五位熊 我家 什麼事情都認識他 他早就有一天 做我的陽光 我一天 我的陽光垮了 他50多 50多 50 還有 下一個 看看 85 我們家以前很幸福很美滿 還是因為 因為他生病了 所以 我們家 我們家變了 是入煙瘡氣 我家 老兄姐 你怎麼這樣為我 我 我已經談到了 妻子說 自己從小就罹患腦膜炎 身體左半邊不協調 說話也不清楚 是善人哥的愛 改變了他的人生 結果失智症 毫不留情 說來就來 那種痛 真的經歷過 才知道 撕心裂肺 他以前很聰明 很有能力的 強 你 你 你 他覺得他慢慢的甩入 他進去那個醫師 然後他就是一直見 一直見 一直見 然後就穿不好 我就說 這個 你要踩下來 你要 你要穿好啊 他馬上 拍掉的時候 不要穿嘛 當下 我就要我出了 我就馬上 馬上自己馬上說 他說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出了 我不應該這麼說 他媽說 是你讓我 因為我昨天晚上沒有睡 然後他 只有一下下的時間 他進來 眼眶紅了 告訴我說 對不起 對不起 我 不必 讓你兩個這樣 照顧我 對不起 我們兩個 放很好喝 人本天崩地裂的人生 直到善仁哥來到施智症協會 這裡平時是患者們上課場所 禮拜六就變成咖啡廳 讓患者們親自上陣 讓他們有重回職場的感覺 也讓他們知道自己是有貢獻的 做餅乾 做咖啡 我也可以 很開心啊 所以每次 快點 我們去做餅乾 我們去做餅乾 有互動啊 我還有能力可以賺錢 他們真的需要機會證明自己 但營業至今生力起起落落 還常常被客人放鴿子 有時看著空蕩蕩的座位 善仁哥都會非常沮喪 沒有人來的時候 我們在這邊是很無聊 我來這邊 很淡喔 我今天又沒工作做 希望大家 同來 同場 我們雖然慢 可能是我們會做到最好 餐點 好不好 很好 很好 謝謝你 歡迎再度幫你 會 會 他們可能不太會表達 但每個上門的客人 就是他們最大的力量 善仁哥的妻子 私下更一直拜託 希望更多人來捧場 不是為了賺錢 而是為了幫這些患者走出來 也讓這個空間 充滿更多溫度 我可以跟你照張向嗎 我可以 很快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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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остор